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向量的差距 向量的差距也称close product 向量差距的计算结构仍然是一个向量 向量的差距只能用于3D向量 2D向量是没有差距的 大家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通过对两个3D向量U和V计算差距 它们的结果的第三个向量W 它是同时垂直于U和V的 假设U等于UXUYUZ V等于VXVYVZ 那么向量U与向量V的差距就等于UY 等于VXVZ减去UZ等于VY 这是X分量的结果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Y分量的结果 Y分量的结果是 UZ等于V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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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VY等于VX 我们要注意一下 向量差距的符号 因为在下一节课程当中 我们会学习到点击 点击的符号跟这个符号有点不一样 大家需要区分一下 在以后的计算中 当我们看到这个符号的时候 我们首先都要明白过来 这是两个向量的差距 由于两个向量的差距的结果 垂直于这两个向量 它的结果仍然是一个向量 既然它的结果仍然是一个向量 那么这个向量肯定就会有一个方向 我们现在只知道了U 神以V 它的结果向量的分量的值 但是我们现在并不知道 它这个结果向量的方向 那么我们可以来画图看一下 假设这是我们的U向量 然后这一个是我们的V向量 现在我们画出了U向量和V向量 那么我们如何确定U向量与V向量差距的 结果向量的方向 在这里我们就需要用到 左手拇指法轴 首先抬起我们的左手 将我们拇指以外的其他四个手指指向第一个向量 也就是U向量的方向 然后我们朝着V向量卷去我们的手指 这个卷去的角度 这个卷去的角度一定要小于180度大于0度 当我们卷去的手指与V向量同向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的大拇指所指的方向就是U向量和V向量差距的结果向量的方向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向量画出来 大家观察自己的大拇指所指的方向 大拇指的方向就是朝着上方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知道了 U向量U向量 U向量和V向量它的结果向量的方向是朝着上方的 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法则 再来看一下V向量和U向量的差距 首先 首先仍然是抬起我们的左手 将拇指之外的其他四个手指指向V向量 然后卷去的方向量 然后卷去我们的手指使得它指向U向量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 在0到180度之间我们是无法完成卷去的过程 但是我们可以翻转我们的手掌 我们将我们的手掌翻转一遍 然后再卷去我们的手指使得我们的手指指向U向量 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V向量和U向量的差距 走结果向量是朝着下方的 我们现在把这个向量绘制出来 我们现在发现 向量U与向量V的差距的结果不等于 向量V向量V和向量U的差距 因为它们的结果向量刚好相反 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就推道出 交换率这种运算规则是不适合向量的差距 比如在我们普通的省法运算中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认为 所以2乘以3就等于3乘以2 但是在这里 向量U与向量V的差距是不等于 向量V和向量U的差距 既然我们学会了差距 那么差距在3D编程中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最普遍的做法就是用来计算一个平面的法线 当然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用途 我就不如一一列举 大家在以后的开发当中 当看到差距的运算之后 就一定要想到 差距的结果的几何意义 以及差距的定义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如何计算一个平面的法线 假设我们有三个点 A B C 通过这三个点 我们就可以绘制出一个三角形 通过这个三角形 我们就可以确定出一个平面 那么法线又是什么东西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法线的定义 法线的定义就是垂直与一个平面的向量 在这里大家就需要把法线同向量的差距联系起来 因为向量的差距的结果是垂直与两个向量 在这里 在这里这个法线 它是垂直于一个平面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三角形 通过A B 以及A C 我们可以确定两个向量 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垂直于A B以及A C向量的向量 这个向量就是A B 与A C向量的差距 然后我们来平移我们的A B向量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A B向量平移到这里来 平移到这里来 平移到这里来 然后我们可以无限制的平移下去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 A B向量与A C向量的差距 它是垂直于它是垂直于这个平面的 它是垂直于这个平面的 可以通过A B向量与A C向量的差距 来得到一个法线 那么这个法线有什么用呢 在后面的学习当中 比如说光照 以及某一些特效 我们就需要用到法线 在下一节课程当中 当我们学习到向量的点击之后 我就会带领大家 来结合向量的点击 向量的差距 来实现一个比较简单的 灯光的光照效果 最后我们来将差距的运算 这个API添加到 我们之前编写的Vector3D的类当中 首先打开Unity工具 找到我们之前编写的Vector3D的这个类 然后我们来实现两个向量的差距的运算 大家一定不要忘了 限量差距的运算的规则 在以后的开发当中 大家如果看到 这个运算规则之后 首先就应该要想到 这是属于向量差距的运算 最后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我们所编写的向量差距的运算 是不是和UT3D自带的向量差距的运算 的结果一样 然后我们在这里添加我们的测试 好 这样 这个运算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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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